下面来教大家做盐水鹅 也就是咸水鹅 做盐水鹅需要做以下几个步骤 1.鹅的选择及处理 2.花椒盐的制作 3.卤炭的制作 4.具体的卤制 5.焦卤的制作 鹅要选择一点半以上的老鹅 买回来之后清洗干净 然后用清水浸泡着 清水要没够这个鹅 然后每只鹅要10克的盐 用淡盐水浸泡一个小时 肉盐浸泡的作用主要是真白的 这样泡出来的鹅就比较白 并且可以去除异味 香锅烧干烧热 然后关小火 倒入发酱 倒入发酱 八角 将它炒香 炒到时要不停的翻度 八角和发酱的香味炒出来了 倒入盐 继续翻炒 把香味炒到盐里面 盐炒到微微有点发煩的时候 我们的烧烧就装好了 关火 然后用网装出来 下面来腌制鹅 腌制鹅所需要的材料有 刚才炒好的发酱盐 150克 倒进来 然后 使劲地搓 特别是肚子里面 也要把它抹匀 完整教授联系 微信 136-525-8900 136-525-8900 136-525-8900 腿上 发酱油 发酱油 肚子 3-5-900 运软 炒 炒 蜆 好 每个地方都有磨到磨匀 然后用耳线磨把它盖起来 冬天让它腌制6-8个小时